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让知识的形态,以极其方便的形式,在手机上消费,连接变得更加方便。 第三,移动支付的发展,让付费这个行为的便捷性,变得无与伦组。 这三点就是知识付费,迸发敌全部内在逻辑,这时候有人会反驳你说的不对,你看樊登读书会,一开始就是付费的,他的年销售额,已经突破四亿,樊登说,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付费,一,是,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? 魏西请您接着往下看,三,推论,一切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,都应该免费,樊登说,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付费,而我这个,推论一切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,都应该免费,明显是矛盾的,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? 反驳樊登,的确非常简单,Google有价值吗?免费的,微信有价值吗?免费的,YouTube,价值吗?免费的。 然而有人会说,反驳卫西的推论,也非常简单,凡登读书会编辑成本为零,付费的,单击游戏编辑成本为零,付费的,电子书复制成本为零,付费的。 哈,我说的应该免费并不意味着,它一定不存在,而是只免费这种商业模式的效率,会高于付费的效率。 时间的推议,一开始就付费的商业模式,会越来越被边缘化。 凡登读书会的确是一开始就是付费的,然而它在整个知识付费领域并非主流。 大胆猜测一下,凡登如果把每年57,高质量内容全部免费,用互联网的方式,采取其他的变现模式,能量一定比现在大的多。 付费的单机游戏,作为一个商业模式,依然存在,但不要忘了,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公司,是以免费游戏著称的腾讯。 免费的网络游戏规模,是付费的单机游戏的很多倍,电子书现在的确是收费的,但整个图书出版行业都在走下坡路,而增长迅速赚得盆满钵满的的是,阅文集团,阿里文学这些,以免费为商业模式的公司。 我们再来看一些案例,一,TED,这个创办于1984年,技术,娱乐,设计为主题的论坛,在过去很多年,一直不温不火,甚至一度经营不下去,而卖给了克里斯,安德森,之后,安德森在2001年的,一个重要举动,当事情出现转机,把论坛的视频,免费放到互联网上,从此TED就在互联网上,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,包括在中国等很多国家TED,都积累了众多粉丝, 三,如今的TED每年的大会门票,已经高达1万美元,还供了应求。 二,英国蒙提派森飞行马戏团,从成立之初,一直奉行的,就是收费模式,他们的赚钱模式,主要靠现场演出,及表演DVD的销售。 在2008年11月,他们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,他们在YouTube上,开通了一个免费的频道,把他们极其精彩的表演视频搬了上去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仅仅过去三个月,在免费视频,巨大播放量的推动下,他们DVD的销量,上涨了惊人的230倍。 三,数字音乐市场,也有着同样的趋势,在中国音乐市场,一直就是免费模式,即便是在版权制度,森严的美国。 Spotify这种免费模式的崛起,也在打破iTunes付费模式的尖兵。 四,影视市场也不例外,电视剧和网络自制节目本身,就是免费的。 电影之所以收费,是因为电影院提供座位,这种服务的编辑成本,并不为零,大部分电影在供应之后,上到影视网站,也是免费的。 冯小刚之前的一些电影,就靠直入广告,可以收回很多制作成本,一切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都应该免费,这个推论准确的说法是一切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,都应该采取免费这种商业模式,这无关知识产权,而有关效率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原因有三,一,由于虚拟产品,具备触达能力和正外不息,所以它收,一,可以并不靠直接出售盈利。 因此商品经济学,基本规律价格,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决定价格,在这里就失效了。 供给曲线,可以是任何一条水平的线,即任何价格都会,可以,有无限供给,编辑成本为零,而用户的需求曲线,是不变的。 请不吝点赞, 订阅, 订阅, 转发转发行,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